下面就是我们要去build咱们的一个model了 build的model跟之前给大家讲的那种做法 其实上来说是一模一样的 给大家再复述一遍 然后呢就是这回我们可以使用的一个rn rn网络当中其实它有个东西叫做一个双向的网络 双向的网络我们来看这块是有虚线还会回来的吧 所以说双向网络相关于什么 相当于就是我们当前的一个输出 不仅跟前面的序列有关 正常说一个rn它是只跟前面序列有关吧 现在呢对于一个双向网络来说啊 它还跟我们的一个后面序有关 也就是说啊当前的一个结果 其实呢它是跟我的一个上下文是相关的 在这里啊咱们用这样一个双向网络进行一个改进 用双向网络啊它的一个效果会更好一些的 那一会咱们结果就是用这个双向网络 其实呢你用一个单向rn还是双向的rn 在我们的tonsifer来说啊 其实啊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你用的一个API函数是不一样的 但是啊它里边的一个功能是不一样的 首先啊就是我们define一下咱们的model的一个input input当中啊就是我们有一个啊 就是像我们之前写的 有一个source有一个target 然后有一个学习率 有一个dropout的大小 然后三个lounce吧 分别是summary的 还有咱们的一个test 以及最大的一个长度 先给它们都指定成一个tensorfloor deaplaceholder 一会儿呢咱们直接传的时候啊 咱往里进行一个传值 哎如果说啊大家对我之前讲的什么word to vector啊 就是磁像量不太熟悉啊 嗯我在咱们学啊 其实也是有那个嗯就是专门门课啊 是讲word to vector的 感兴趣啊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就是磁像量啊是怎么样进行一个生成的 其实啊这个东西并不难啊 都是以神经网络为一个基础结构 然后在神经网络基础上进行一个生成的 嗯然后啊咱们就是在这里啊 就是做了这样一个预处理啊 咱们就是把我的一个数据当中啊 加上这样一个标志位吧 加上这样一个go 加上这样一个起始的一个符 然后呢在这里我们就是要把我的一个 两层的一个lstm啊加在一起吧 首先啊构造好我的一个lstm 然后让它进行一个随机的处理化 并且加上这样一个dropout的 这个又是一个lstm 然后一个dropout的 最后呢把它呀 把它俩对叠在一起就可以了 对叠在一起的时候啊 我们用的一个函数是不一样了 之前啊咱们是用的一个 就是正常的这个rn吧 dynamicrn是吧 然后现在呢咱们用n的块下一个 双向的dynamicrn啊 前面多了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我们要预测的一个词 实际上啊是跟它的一个上下纹是相关了 所以说我在前面加上了一个双向的这个东西 最后呢返回啊出来我的一个结果就可以了 然后下面的操作还是一样的吧 就是有个decoding 还有个encoding的一个layer 这个layer里边啊 其实啊跟之前一样 这个我就不再过多重复了 还是用咱们的traininghyper 然后basic decoder 然后dynamic decoder啊 跟咱们之前操作啊都是一致的 然后就是嗯 这里要再多说两句 就是tuncerflow的一个API啊 它发生的变化的频率是非常快的 从那个1.0到1.1再到1.2啊 它这个尤其是在这个 咱们序列到序列的这个网络模型 就是sequence to sequence这块 它的一个改动是非常大的 可能啊就是大家现在刚抓tuncerflow 现在大概是个1.2 1.2.3吧 还是1.2.几 我现在记不太清了 现在的一个版本可能来说啊 它的API又有一些变化了 那如果说啊 大家在执行这些代码的时候 可能它的一些函数的名字 或者是它的一些返回值 以及啊它的参数 都是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 尤其是在这几个版本当中 这几个版本啊 tuncerflow一直在改这个 sequence to sequence的这个网络 所以说大家如果说 嗯 执行的时候报错了 就是说当前这个模式下 没有这个名字 那很可能啊 就是tuncerflow把它进行了一个 改名字了 怎么办呢 咱们去那个API上 实际的查一下 API怎么进 嗯 咱们就可以直接的去 直接摆读一下 这个tuncerflow 但是啊 大家需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需要指定一个 你翻墙的一个环境 嗯 因为你直接啊 进这个tuncerflow 这个它是打不开的 最好啊 大家需要自己指定一个 翻墙软件 翻墙软件 我就不给大家自己推荐了 到时候大家 按照自己的需求就行 你淘宝几块钱 你可以买一个月的嘛 很便宜的东西 然后这有API 我们把API打开 API里啊 我们来看这个 Python API R1.2 这里呢 我们来找 就是啊 contrib里边 有个sequence to sequence 我来找一下 呃 我都 还好往后啊 都记不清了啊 在这呢 在这里边 我们来看 这就是它这个1.2 当前的一个API文档 然后呢 比如说你用哪个 你想用这个dynamic decoder 你就把它打开 然后它就会告诉你啊 当前的一个参数是什么 以及呢 它的一个输出是什么 很有可能就是 如果说 你看这reterance reterance啊 之前我记着 在1.1版本的时候 它只有两个reterance 但是现在它却reter了三个 那如果说就是啊 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嘛 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大家不要着急啊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你查一下 当前的一个新的版本 新的版本啊 API它都会在官网当中 给它公布出来 在这里呢 如果说哪块有些问题 或者说名字变化了 反位置个数变化 参数变化了 咱们自己啊 按照它的一个要求 适当的去调一下就可以了 这个比较烦啊 就是tensorflow 总去更新这个东西 尤其是啊 这个sequence to sequence 之前我用这个1.0版本啊 然后它用了 我好不容易把这1.0版本 一个基础思路啊 搞得差不多了 然后更新这个1.1版本之后 又一顿大改 一顿大改之后 我记得现在1.2又是一顿大改 这个东西蛮麻烦的 就是它总去改这个API东西 所以说 经常啊 咱们就得去看一下它的文档啊 又改了什么 改了什么 咱们好用它的一个新的API 去做这样一个事情 在这里啊 咱们的一个套路啊 都是一样的 先是去用trainhypler 然后把我们的一个input的输进来 以及呢 sequence的一个Lance 然后下面啊 就是把我们的一个Sile 就是刚才指定的两个RSTM 咱们的一个双向Sile拿过来 把trainhypler拿过来 然后inatal的State拿过来 然后最终啊 得出来offer layer 就是我们的一个 嗯 就是有个全连接层吧 得出来最终的一个结果 跟我们上次说的 基本上都是一致的 然后下面要给大家强调的啊 这些其实上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在这里啊 为什么用这个Grady啊 刚才之前给大家说过了吧 因为我们在预测的时候 我们希望做什么 我们希望的是 嗯 就是在 就是在训练的时候啊 我们是拿那个target去预测 就是拿target进行训练的 但是呢 当我们实际测试的时候啊 我们需要拿这个 前一阶段的一个输出结果吧 所以说啊 这块有这样一个不同啊 就是区别在这了 那在这里就是 一会儿呢 我们要指定一个scope域 我们来看 在这里啊 指定一个scope域吧 指定scope域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们一会儿可以进行一个reuse的一个操作 嗯 所以说reuse就是说 当我们的训练和测试的时候啊 我们用的一个 就是我们用的一个结 权重参数啊 是一样的 所以说 最好啊 我们是指定好这样一个scope域 这样呢 方便我们调用这样一个reuse的东西 我们来看这里啊 都是啊 在这呢 就是这一步啊 就是我们的一个训练 这一步呢 就是我们的一个测试吧 在测试的时候啊 我们说要用前面的一个结果 所以说 现在呢 我在这里啊 加上了一个reuse等于处 相当于是我可以把前一段结果啊 重新拿过来进行一个进行一个预测的 进行一个预测的 这些啊 跟我们之前的操作是类似的 那这里呢 我们就要实际的去把啊 刚才相当于把每一个模块写好 每个模块写好之后啊 我们要去做这个sequential to sequential的一个model了 第一步我们去做这个invading的一个matrix吧 还是啊 把我们之前是写过这个东西吧 咱们构造一个三百维 构造一个三百维 我还做了一个初始化 在这里呢 就是lookup一下当前的input data 它的一个 它的一个vector是什么 有这个指头啊 我们指定这个encoding layer 把encoding的一个结果拿出来 然后呢 encoding结果完之后啊 我们去预处理一下 然后找啊 拿出来当前的一个结果 再去跑我的一个decoding layer 最后给它返回回去就可以了 嗯 下面就是一些工具了 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做这个pad 做这个pad 你加上一个pad pad成应设成什么 成什么一个值啊 就会把这个值应设完 给它加过去就可以了 get一个batch 就是你可以一个batch 一个batch取数据 这个很简单啊 就是你指定好吧 batchsize之后啊 你指定一个start 然后start一个index 然后结尾的index啊 就是start加上这样一个batchsize吧 对比啊 两个工具啊 一个是做pad 一个是做这样一个getbatch